记者张经亚台中报道,台中市南屯区小康市场前一整排榕树原来约三层楼高,是府京发局日前派人修剪后,仅剩下高度一公尺多的树干。 居民看到光秃秃的树干,抨击蓝腰砍掉的修剪方式太过当。 摊商则说,修剪后,市场光线好,蚊虫减少,摊商都支持。 小康市场前有13棵榕树,约有40年历史,枝叶茂盛,经发局上周围托厂商修剪后,附近居民发现竟然置剩下光秃秃的树干,气得向市议员何文海反映。 何文海今日前往了解后表示,校康市场位于黎明社区内,黎明社区绿化工作一向做得很好,居民无法接受拦腰砍掉的修剪方式,是否被骂后,还刻意在每棵榕树旁摆放盆栽,希望多一点绿意。 校康市场自治会会长林顺款则说,这些榕树约三层楼高,遮住市场外观,路口监视器,而且滋生蚊虫。 以前很多人经过这里,不知道是菜市场,现在市场采光变好,榕树是修剪的比较短,但不会影响生长,且方便整理。 摊商会协助照顾榕树,等枝叶长出来,会把它们剪得很漂亮。 经发局市场科则说,畅商修剪过当,与要求有落差,该局对居民深感抱歉,除了以深切检讨,也采取补救措施,包括购买肥料,有益军等,希望促使榕树尝出心芽。 也询问过中兴大学教授,榕树不亦死亡,约十几,二十天就会长出枝叶,很快就会枝叶繁茂,届时将帮榕树修剪出造型。